哎呀,马上就要上课了,哎呦,我的故事还差一个结尾,怎么办呢? 有了,出一道题,让同学们算个十滴二十分钟,我先把结尾看完,嗯。 好了,同学们,下面出一道练习基本功课题目,同学们,好好算哦。 OKOK,没问题吧。 一,加二,加三,加四,嗯,一直加到一百,等于多少呢? 同学们,好好算吧,我出去一下哈。 李老师,老师,我算完了。 怎么可能啊? 答案就是五千零五十嘛。 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大海老师,很高兴又跟各位同学在课程里面见面了。 那看了刚才的课程短片啊,可能很多同学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可能在平时或者以前的时候读一些数学的故事书啊,或者是一些数学家的故事的时候,都应该能够见到。 可以说这是咱们高斯同学的成名作,对吧? 那就如何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算出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一百。 但是实际上对于高斯同学来讲,他能够这么迅速熟练的做出这道题目,除了一方面他的天资聪颖思维敏捷之外,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提不开这个数列的特殊性。 不然的话,他随便加一个乱七八糟的什么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一,加上一万两千三百七十八,加上什么九万八千二百五十五,加上十万零六百,那这个说实话,赛天才的话估计也不可能那么短的时间内能算出来。 而今天我们的课程里面要来研究的就是这个非常特殊的数列,它就是我们的等差数列了。 OK,各位同学,那接下来就跟大海老师进入今天的大海老师的传功时间,咱们就来好好研究研究到底什么叫做等差数列。 关于检查数列,我们又需要掌握他的哪些相关内容呢? 当然了,在开始之前,咱们还是把刚刚这个课程短片里的人物请出来,那就是我们的高斯同学了。 高斯作为世界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数学家之一,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称,应该是叫做数学王子的称呼呢。 好吧,当然就不是大海老师了,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高斯到底长什么样呢? 好吧,这个看来应该是高斯同学晚年的照片了,对吧? 老王子 好吧,老王子,对吧?反正还是王子,反正肯定跟大老师长得就不一样了。 当然了,实际上,据史书记载,高斯真正在历史上所解的并不是一加到一百那么简单,而是一个这样非常复杂的一个数列。 但是同样的,这个数列仍然利用我们今天所讲过的知识,也能够轻松地算出来它的结果是多少,只不过计算量略大了一点而已。 好了,那给同学了解了高斯之后,下面我们就来开始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内容。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了解的,当然就是,那什么叫做等差数列呢? 那可能和同学在平时也能够听到,做题的时候可能也会碰到,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等差数列? 关于等差数列到底要研究什么呢? 那接下来,咱们的课程部分就一点一滴的来给同学们呈现了。 好,那首先呢,同学们先来看一下黑板上的几串数。 比如说第一个,V23456789,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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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这个熟不熟悉呢? 太熟悉了。 这是标准的从一开始的连续自然数嘛,对不对? 所以可以称之为了自然数列。 好,那这棵数有什么特点? 大家可以先来观察一下。 连续自然数还有啥特点可观察呢? 那别着急,继续往下。 135791113,哎,这串数都是基数,对吧? 那下一个,246801214,这个也很熟,这不就都是数组成的吗? 那下面,36912151811,这个好像不是基数。 基数了,也不是偶数了,也不是连续自然数了,对吧? 基偶都有,而且还是间隔开的。 哎,那接下来给同学,现在黑板上给我们呈现了四传数。 那么现在就要考考你的眼力和归纳能力了。 你能不能告诉大海老师,这四传数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或者比如说,我让同学们如果往下写,比如说123456789, 你往下写的下一个数应该是谁? 什么?太简单了。 那你想想,为什么写的会是10? 那135791113,如果让你往下写,下一个数是15。 24680,1214,下一个数16。 那369,1215,1821,他的下一个数让你写,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知道了。 这个对于以前经常做找规律天数的同学来讲,应该都难不倒各一同学,这个往下写的就是24。 诶,那佳佳我就要考你了,为什么这个往下写的会是24呢?你的理由是什么? 越来越大。 嗯,嗯,好吧,越来越大。 而且多大三吗? OK,你看3和6,是不是6比3大了个3? 9比6是不是大了个3? 12比9是不是大了个3?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规律,是不是可以很容易写出来,21的下一个数当然要比21大3就是24了。 好了,那各位同学,通过这样的几个例子,包括如果让同学们动手去往下写,你就能够发现,这几个数串,他们的共同特点在意就是,每一串数当中的后一个数跟前一个数的差都是怎么样的? 都是一样的。 像第一组的自然数串,每一个数后一个都比前一个大1,第二组每一个数都比前一个大2,第三组也是,而第四组是我每一个都比前一个大3。 那么在我们的数列当中,对于具有这样的特征的数列,咱们就给它起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等差数列了。 其实你从它的名字当中也能看得出来,等差数列,等差数列,顾名思义,当然就是差要相等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官方定义。 对于一个数列来讲,从它的第二项开始,如果每一项都比它的前一项大一个或者是小一个固定不变的数,那我们就把这样的数列称之为是等差数列。 像黑板上给出的这四个都是逐渐增大的,那我们可以把它们调过来一起,比如说10,9,8,7。 那么很明显,这串数的数是不是就逐渐减小,每一个数就比前一个小了。 那大也好,还是小也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相邻两个项的差要相等,那么这样的数列我们就称之为是等差数列了。 了解了什么是等差数列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跟等差数列一不可分的占有名词。 这些名词在我们以后做等差数列相关的题目的时候也是会经常出现的,那咱们同学一定要熟悉一下哦。 那么对于一个等差数列来讲的话,它是不是可能要从某一个数开始写起,然后可能写到了若干个数。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一般把等差数列当中第一个数称之为是等差数列的首相。 要注意哦,不是那个国家的首相,对不对?它是这个首,但是相呢,是这个相。 不,好吧,大象也出来了,对吧? OK,那么这个我们称之为是首相。 那同样的跟它对应的,那么你这个等差数列的最后一相,一般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墨相。 那么这里面的墨值的就应该是这个了。 那么这个等差数列当中的每一个数我们就称之为它的每一相。 那么你有多少个数,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等差数列的相数。 最后这个相邻的固定的差,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公差。 所以在等差数列当中,这四个词语指的是什么? 同学们可千万不要弄混了。 那最后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首相指的是这个等差数列的第一相。 一般来讲,等到以后我们开始唱字母的话,一般会用字母A1来表示。 现在同学们不用着急去记录,你就知道什么叫首相就可以了。 那么墨相指的是这个数列的最后一相。 一般会用AN来表示,同时它也可能表示的是这个数列的第几相。 比如说如果我写成A10,可能表示的就是这个数列的第10相。 那么相数指的就是这个数列全部相的个数,一般习惯用字母N来表示。 而公差指的就是这个固定不变的差,一般来讲会用字母D来表示。 那么首先对于同学来讲,只要知道这四个词语指的是这个等差数当中的哪一个就可以了。 至于后面的字母的叙述,这个等到咱们以后学习了字母内容之后, 大家就慢慢再来理解和接受就可以了。 现在先提前预告一下。 好了,各位同学,那么关于等差数列的专有哪名词和什么叫做等差数列,就介绍到这里了。 那接下来咱们稍稍的做个小练习,想试一下身手,来判断一下下列图表当中给出的六个数列, 哪些是等差数列,公差是几呢? 来,第一个,60,14,18,22,是不是等差数列? 是,公差应该是,OK,第二个,12,23,45,6,是不是等差数列? 不是,千万不要被他给忽悠过去了,记住这里有两个, 那你看,多了一个,你发现这两个相邻数的差就变成了零, 就不再是其他相邻两个数的差一,那么差不相等,所以这就不是等差数列。 好,接下来第三个,12,48,16,32,64,是不是等差数列呢? 也有规律。 好吧,有规律,但是现在让你判断,是不是等差数列呢? 不是。 很明显不是了,当然加加说了,这个数列也有规律的,它的每一个数是前一个数的两倍, 这个咱们在很久以后还会写到,它叫做等比数列。 好,下一个,98,76,54,32,是不是等差数列啊? 倒过来。 是,刚才在地上定义的时候,是不是说来的,第二项比第一项大或者是小, 只要你的差是个固定值,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再往下,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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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这个是不是等差数列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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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想想,等差数列怎么判断,就看定义啊,相邻两个数的差要相等。 那,是。 OK,那这个直播就很特殊,差都是0而已,这个同样,以后也会有一个专用的名词, 这个叫做常数列。 很常。 不是,是固定不变的意思,对吧,常数嘛,固定不变的意思。 好了,最考验同学的来了,请问第六个,它是不是等差数列呢?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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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感觉相邻两项的差都是1,这不应该是一个等差数列吗? 诶,那各位同学,我要考考你了,还记得咱们刚才说的等差数列的要求吗? 那应该是从第二项开始,每一项都比前一项大或者是小一个固定的常数。 要不就是每一项都比前面大,要不就是每一项都比前面小。 你看看咱们所判断出来的等差数列,是不是都遵循的是这样的固定要求。 但是你看至于第六个数来讲的话,它是一会儿前面比后面大,一会儿是什么呢? 后面比前面大,所以它并不符合等差数列的定义。 所以第六小题摆在这儿,其实就希望同学要注意一点,判断等差数列的要求,一定要么就是前向减后向,要么就一直是后向减前向,可不能中间边来边去哟。